天水圍東頭村一間村屋 在星期一下午大約1點發生火警 屋內冒出大量濃煙 消防接報到場後 出動一喉一煙霧隊將火救息 並在屋內發現一具男性屍體 勝中的男死者和太太住在村屋內 太太就透露死者曾經中風 最近先後跌傷手腕和右背 手腳都無力 出入要助行以協助 事發時太太外出去屯門救密 11點出門口 跟老公說出門不要下床 她開冷氣開始睡覺 有時發現前面的煙細就越不大 如果我在這裡我就會到處聞 哪間裡面聚了火 那個煙不會開始那麼大 太太亦說死者早年曾經患癌症 但現在已經康復 想不到戰勝癌摩 但逃不過火劫 死者的女兒也趕到現場了解事件 她就說爸爸被發現的時候 她的屍體已經燒焦 但未知是被大火燒死還是焗死 起火的原因仍然有待調查 去年